2019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于16号举行 来自7个界别的5735名投票人 投票选出344名选委 投票由上周9点进行至下5、6点 分别于理工学院体育馆、澳门中艺馆 中浦职业技术学校三个票站举行 票站未开门就已经排满人龙 反应相当踊跃,秩序大致良好 半日投票率就已经过半 全日投票率为87.2%,较上街的82.69%,增加4.5% 在其他界别投票的同时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也预下53点 在新竹苑举行内部选举 推选14个行政长官选委政协代表名额 来到夜晚6点,投票时间结束 工作人员随即开始点票 截至夜晚8点半左右 344名选委名单终于出路 今次选举共有4743张有效选票 258张无效票 另有一名工商、金融界的投票人 印拍拾选票 涉嫌触犯家宠为令罪 而交由警方跟进 而七个界别最高得票的选委名单余下 完整的选委名单 承词任意产生空缺的最后一名澳区人大代表名额 预计就会在之后 偷过逮捕机制補赏 400名选委 于8月共同选出澳门第五任行政长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